哈喽我是Lander 接下来分享的这款游戏是在近期的任天堂直面会有介绍到的免费游戏 只要你有购买NSO的话就可以免费下载这款游戏 它是F-Lilo系列的赛车游戏 那它现在发展成这款F-Lilo 99 可以99个人连线对战 那话不多说马上来玩 我是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赛车游戏 算是首战吧 这个游戏画面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任天堂的一些赛车游戏 就是一条道路就往前走 然后你就要玩左弯玩右弯 那现在它发展成99个一起玩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混乱 在它介绍影片有稍微看过 它就是它的右上有那个电池量 它的操控也蛮简单的就是涡轮 然后油门 油门就按B 然后上面有LR键就是重心的偏移 现在来跑第一圈 这算是可以回电的 这个左右弯其实还蛮灵敏的哦 所以弯的太多一点的话可能就会弯过头 它左右偏移是这样子 好像不太需要用大 除外是像这种大弯的话 还需要用大一点 然后渦轮的话就会消耗它的那个电量 用渦轮好第二圈 要熟悉它的重心便宜的话 可能还需要抓一点角度 碰到防护关束或者说其他的车辆能量就会减少 防护关束就是它的跑道边边那个绿色的圈圈 到维修区就可以恢复它的电量 这些车辆能量が消耗了 就是链放到了 直升中的车辆也行 如果是正硬的 就会有些转的车辆 还需要用车辆的车辆 连到车辆的车辆车辆 是就是这欠勤的 不就会用车辆的车辆的车辆 但是就会有点火力 不就会用车辆的车辆车辆的车辆车辆 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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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比起兼與金盛碰碰車的衝撞會產生超級火花 超級火花可以累積能量技 按A就可以登上天路 這個有點像是在集憤怒子 撞他的話可以拿到比較多的能量 按A就可以 這很方便耶 假如說想直接衝D可能就還需要用這種技巧 25人的對戰已經開放了 先來玩25人的對戰看看 這邊也可以換車輛 然後每個車輛他都有他的 車子強度或者恢復量跟抓地力都不太一樣 先選那個 還是抓地力蠻重要的 他沒選到 所以他就是用那個預設的藍色小車 擠彎的時候就是放開油門 所以並不是說要硬彎過去就行了 所以並不是說要硬彎過去就行了 他只要用這個 按A太貪心了 怎麼會可以 我希望你能不能再去 我好想要去 我好想要去 怎麼會 我好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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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玩個兩場會比較熟悉他的操控 畢竟別人都會來賺你 所以你的跑法可能要再改變一下 看到很多車子都爆掉了 第五名 一開始前四名算不錯 兩秒的差距其實蠻多的耶 50人的對戰 所以他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去開放 在規定的名次以內完成就會開放越多的人 這次我用粉頭車測好了 其實他這等待畫面還蠻有趣的 所以他都是同一張圖嗎 35名以內抵達終點 我覺得這個目前還是應該都是電腦比較多 不然怎麼可能會跳個說你在那邊等你按 就算是正式的 那你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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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擠滿了我要擠滿了 對啊這應該目前是電腦居多啦 都沒有在看他們用那個超級渦輪 不然是不看的 不然不是背景的 不然是不看的 這很煩 撞來撞去 趕快都會GG 故意拍電腦 可以干擾 我故意賺 接下來就可以99人了 他會先從幾點比較相近的來挑對手 好 好 好 Mult City Mult City 這應該就是有玩家了 玩家的話他上面就會有標名字 玩家的話就只有4名 奇葩有衝刺喔 這我倒是不知道 因為這粉紅車車他的抓地力比較好 所以可以直接用這樣子彎過去 所以那個跑的蠻順的 Pico 追太近了 追太近了 然後不小心就會碰到 故意要撞到 所以他每一圈都會刷新 然後太慢到的他就會把 掉對的直接刷掉 所以他級別是靠這樣子去更新自己的階級 那他的比賽結果會一個票券的積分 我積分達到滿了之後就可以去參加那個大獎賽 或者說明明大獎 就需要這個票券 他上面還有一個等級不知道是什麼用的 他這邊還有一個困難賽道 挑戰看看 看 我車子強度要高一點 投票賽道耶 可以自己選想要跑的是哪一個賽道 差不多在他的第二點亮的時候在按的油 會比較快加速 然後這個賽道其實沒有單一頭惡線 所以他 這一條賽道的話 他一般的路面就有設陷阱 會減少能量 會減少能量 這就是有正常玩家的 一堆都可以上一個快速道路 一堆都可以上一個快速道路 dust 我覺得都有 skal Dusks 我在78米 就把你在後面 在那邊刷掉了 我在著陸失敗 大家太強了 衝到我前面 趕快衝 那我這名字應該先刷掉 我竟然還有刷到耶 看到最快多19 跟最快的差了30幾秒 230 21 差了18秒 真的很厲害 反應速度也還蠻快的 來看一下他的工坊有什麼通通 這工坊可以裝飾車輛 看成績 可以自訂自己的車款造型 我是比較喜歡 其實粉紅色是蠻可愛的 我顏色不知道能不能改 那他其他 顏色開放的條件 還蠻多種的 那目前連一個都沒有達成 參加迷迷大獎賽 並進入25名內就可以得到 蠻多的條件限制 這邊還有賽車手的卡片 可以編輯自己的卡片的背景 後面還有徽章跟邊框 這邊就是自己玩的一些紀錄 使用哪輛車的次數比較多之類的 還有賽道 這樣看他的賽道應該是 7種吧 不知道後面會不會再增加 然後這個是大獎賽的紀錄 然後他左上還有個美洲的排行榜 這邊的話應該就是看全國的排名 那現在第一週 第一週就有很多的高手 一般來說的話 台灣的愛國心態都會 取個台灣No.1 看到時候有沒有出現在榜 當名上 各位也可以自己取台灣No.1 然後就直接衝到那個榜上面 為國爭光也蠻有趣的 好 那大獎賽後面的 後面的大獎賽跟明明 獎賽 大概明天 啊後天啦 大概後天下那個休息的時候再來分享 那先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頻道的朋友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 我也不定值得去更新 那更新不只是 呃 新的遊戲 我舊的遊戲也會更新上去 畢竟我玩過蠻多款 不錯的遊戲就想分享給各位 那影片到這邊結束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 然後按讚分享出去 這邊就祝各位遊戲信心愉快 再見 再見 再見